可舟囚禁 我射 完了,这下球回不来了 没事,球是从我这里射出去的 肯定会远路返回的 你怎么和可舟囚禁里的那人那么像 什么,有粥,哪里,哪里 什么粥嘛,就知道吃 可舟囚禁是一个成语故事 你是不是又要干什么坏事啊 不是,不是 那你拿着宝剑干什么 是鸣片的 去哪儿鸣片 门外有地址,我去看看 好水配好山,持剑当保安 客观,尚传 当巴里河对岸多少钱 五两银子 果然公道 兄弟,这是去干什么呀 应聘 什么工作 保安 哦,我的剑 哦,我不会游泳,我的脑子开始进水了 我的剑呀 咱自有办法 你这是干什么 我的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 过会儿,船到边上的时候 我从这儿下去捞就可以了 兄弟,到了 这水好脑 这水好脑啊 污染这么严重 找到了 哈哈,我真是一个天才啊 这不是你的剑 这是那些没应聘上保安的人扔在这儿的 没看到这与你的剑不一样吗 哦,我的剑呢,我的剑呢 刚才你们看的这个故事是克舟求剑 他比喻那些死守教条不知变通的人 因为事件总是在不断变化嘛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的保安是当不上了 其实,那个招聘的广告是我贴的 嘿嘿 谢谢